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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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阿澤 現在社交媒體當道 每個人都在追求一兩秒的sumbite 你請嘉賓上來做訪問 整兩個小時 找鬼看嗎 講這麼短 沒有上文沒有下理 怎見真章 尼敦道證交所 究竟誰是交,誰不是交呢? 那就上來交心交貨吧 城寨對我來說是一個社群 志同道合的人走在一起 裏面有很多活動 包括媒體內容、講座、課程、深度旅遊 豐富每一個成員的人民精神 成為更好的公民 我希望這個社群會越做越大 1842年清道光22 1842年,英國和清朝簽署南京田約 1842年,在地圖上多了地方叫做香港 危機處處,陷阱重重 探險隊1842,誓要尋找事實的真相 我,劉世良 我,張王 我,陳仁啟 我,李嘉雲 探險隊1842 尋找本土歷史22 大家好,歡迎回來 大家好,歡迎回來 繼續有我,毓明和Body 剛才講到了,大會特別要多為了 剛才提到,很混亂 也要宣佈要留會 當然,我當時不止 Fel 旭明和阿婷也發言 其他人也發言 但可能 их不溫想說情況是怎樣 应该是这样说的 其实我们在台上一直跟随着情况 因为范经理 佳定 前言不对后语又这样那样 街坊一直投诉搜传书的问题 我们一直跟律师谈完之后 律师说了几句我们就问一下 一直在台上都有个角色 但有部分人不多质疑 甚至在台下叫上来 为什么你陈聪明说这么多话 为什么你可以说这么多话 为什么说话用多个主席 你是什么新品 你是不是业主买了 我也是一贯的做法 其实没有什么问题 你要说没有问题 我呼吁他来 你上来不要站在后面叫上来 叫他上来上来 结果呢 有上来的 叫了一会儿有上来的 应该是北区动员 也不是了 退出了 退出了北区动员 前北区动员 前北区动员的王家豪 他真的是长话的居民 但他不是业主 上了台 没有问题 你问一下问题 我也会解释一下 为什么我会在台上 大家的街坊都很期待等他上台 上台之后 问的问题就正经了 他就真的问这个问题 为什么你陈聪明会站在台上 还要说这么多话 其实我是想象不到他会问这个问题 因为这个问题不应该是一个问题 我也要回答 因为他指明是问我 他不是问法团 我会说 我是长华村民选当区区议员 我主要服务的选区 都是长华村和粉丽明都 又有主席邀请 又有街坊授权 可能也不够 我再问在场的业主 你们有没有人 反对我和林卓廷在台上 业主也欢迎我们 主要是问了这件事 我解释了这件事 那他就走了 他走了 当然走的时候 街坊当然是怒吵 人家这么期待你上来问什么 原来就是问这件事 问这件事 那帮居民不是问这件事 这样的水平 真的 还有我时后看到他们 也有将会议的片段 放在网上的 不过我不知道 那个是不是王家豪 自己亲自处理的片段 他就剪了自己上台那段 他自己都觉得自己问的 可能不够水平 可能而已 王家豪我呼吁你 你不同意我说的 你放回自己的那段 上网就行了 我们那天就没有录影 你有录影的 你有录影的 你录影的我们说的那些 没有问题 我们这些全部是见得人的 你自己讲的那段 你自己剪了它 是不是 你放回上网再跟我们说 不要这么多 废话 要个真是传的版本 最好是北京山剪 我们怕什么 你便拿出来 你便拿出来 你要让居民 他知道 当然我告诉 就算王家豪也好 我刚才知道他的名字 我都见过一两次 在《徐环村》里 我觉得 既然你有心服务那些居民 那你便想一下什么方法 解决到现在的问题 而不是在会上轻风作浪 说了跟整个屋院的管理 没有关系的事情 又不去质疑管理公司 搞成什么 反而质疑管理公司的人 你很不质疑管理公司 你很不质疑管理公司 你无所谓 我今天在这里说得 你可以在你的网台上 我可以 我没有问题 我说的那句 就是我莊玮辉说的 我觉得 你这样说 很少学习 人家 居民 当时他被居民听得很厉害 我明白的 居民听你 第一不是我们叫的 至少我自己没有听你 我尊重你发言 我多不认同你 但我都会尊重你的话 但你自己竟然不尊重自己的说话 把整段片播出来 放在上网 而不放自己讲话的那段 这样我就看不起你了 坦白说 我真的看不起你了 我一直都没有事情 我看到你 我都会有点头 打招呼 可能今次之后 你见到我 你都不会跟我打招呼 不要紧要 我经常都有嘴巴少的 我不是很喜欢跟RQ低的人聊天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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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很离谱 他还要拿彩 有居民 我明白的 年轻人有居民在柴里台 你不开心很正常 但是我觉得 把这件事实 放出来给大家讨论 全面一点 我希望 不论什么党派也好 你去帮居民 帮居院的话 就不只是去质疑 有些人有居心 那么简单 你说我们会不会质疑人家有居心 我们都质疑的 我们上集也有说 我们都不满意房处的方法 但是我们讲理据出来 如果有人上台 去质疑陈玉明多话说的 我觉得都不是问题 你过玉明 但是质疑你那个人 就应该是说出 陈玉明 因为你说错了什么 所以我很质疑你可以说的 你所说的所有东西 王家豪是没有反对过你的 他只是反对你说而已 他不想你这么说 他为反对而反对 他只是反对你说而已 他没有说过你说哪句话是错的 这是很清晰的 由始至终也是这样的 我见过不止一次会是这样的 上次大球场合会也是这样的 他只是质疑你为什么可以说话 有把口就可以说 举手也可以说 上次也是这样的 这次是我们请他上来说的 我们请王家豪上来说的 邀请得很紧要的 他不是第一刻就答应上来说的 习了一轮 习了一轮手他上来说 你上来吧 上来吧 我们习了他上来的 我们都不让居民听他 他先上来的 他说完之后 别人说这样的东西 别人听他而已 是不是 那不关我们的事 冤有台債有主 大哥 是不是 我希望大家明白 我们不是不让人说 不过王家豪怎么都好 你说我们批评他 不是很理想 说得不很理想 都不紧要 他都好的 他比民建联好 怎么呢 你说民建联怎么好 民建联精彩了 由知道业主大会9月3日有一个议程 可能会说法团换届之前 之后呢 我想七八月左右 他都继续 又派单张 又通行邮寄几次 几次 又不搞好他 就是所有工程 就是要4千万左右 他支持要搞好所有工程 那他才知道 他又不是说明 他又不是说明 他又批评人 他又不是说明 他又说 这些立场真是有趣 人家还不搞 人家告你赔很多 不知道他潜台词是什么 你不搞 你不搞 将来可能赔很多 潜台词大家自己猜 通行邮寄了 我想三四次 又派单张 很关心 很像 很像 怎样用很像 我说一个事实 就是学荣辉上一集这样说 我们15年 发现所有工程问题 当时 是没有任何的政党团体 出来有说过话 除了我们民主党 除了你去跟进 除了我和阿廷去跟进 就是连住在那里的刘国勋都没有说话 民间连住在那里的刘国勋 你猜他知道吗 他就住在那里 第一他住在那里 他可以说我回家不理工事 就是我放工了 但是我和你们说 民建联在长华村有个办事处 是吗 在当时已经有了 现在还有没有 现在还有 还有 一直都有办事处 没有说过声 至少我没有听过 很多人都没有听过 也这样说 至少那些居民大会 业主大会 有没有来的 2015年到2017年 都没有见过 所以王家游比他好 也有些承担 王家游至少肯来 他没有怎样说自己的意见 但他也肯来 肯关注这件事 至少表达了他很不喜欢 陈宇明说话 还有质疑你怎样说那么多 他只是表达这件事 他对村有些什么 他没有意见 民建联是完全没有来的 这次也没有来的 可能他有来 躲起来 不知道 但作为一个政党 你有来 你上台发言一下 说一下也很正常 甚至乎他质疑 为什么发断 或者质疑我 直接开名 当区议员的工程 那件事搞得不文不文 那我就举行了一个居民大会 在7月的时候 今年7月 我公开邀请他来 邀请刘国芬来 邀请长华村的助理 林智阳来 没问你 最好是什么 你怎样邀请他 开站的时候 我怕他听不到 即向着他的咪 我拿着咪 在他旁边 你记得来 我真的邀请你来 接着还要在他旁边 我再挂一条咪 弄个箭嘴 请你来 乘以邀请以下人士出席 都没有来 街坊问他为什么不来 原因呢 又是患海其情 我让你猜一下 为什么他不来 不来 有事做 不是有事做 有事做不够重要 不够重要 再重要一点 很重要 除了有公事之外 除了有公事之外 还没有 我回答你 是什么呢 那天居民会 又撞正打爆了风球 天气问题 天气问题 不来 但风球上午就除了 下午就能开会 是 他的原因不来 就是 居民 街坊问他 回答街坊 他就说 他那天要去旅行 民建团林智阳就说 我们那天去旅行 我也是那四个字 又是患海其情 去旅行很重要 一来去旅行很重要 一定会被业主大会重要 在他心目中 一定会被业主大会重要 因为他已经取写了 我上网看到一条片 有些人去旅行 乘搭飞机 入不了阵 很重要 起码在他心目中 比起居民大会重要 第二件事 他们真是很有办法 8号风球 上午一随波 下午立即去旅行 他们很有符笔 咦 比历场 很厉害 很厉害 在场的7月 在今年7月的居民会 街坊都说 哇 这么搞笑 你派了整个月单张 又入信箱通行游机 你好像很紧张 你都不来 你都不来 很大的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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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后有些街坊问他 我也是转述 他就说 你的会又不是业主大会 他单张也是这么说的 不用转述 他之后再拿些单张出来 拿美彩就说 你的会都不是正式有 法定效力的 法定效力的业主大会 居民大会 7月那次来说 是7月那次 我不是 我想什么来 那不要紧 9月3日 刚刚那星期 有业主大会 他在业主大会前 都派了整个星期单张 叫人自己去 自己又不来 我们很关注屋苑事务 刘国勋议员 作为长华居民一份子 一直都很紧张 结果9月3日 至少我见不到他 也没有上台说话 这样也算了 有时候 可能他深明一个道理 就是六个字 献丑不如藏绝 他可能想着藏绝 可能去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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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又去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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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关注 他关注 他又不出席 他这么关注又不出席 他摇拒关注 他上面又说了很多东西 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 一些重点出来说 他又说到 就是 留会 当然 以我们的说法就是 管理公司做漏很多东西 做错很多东西 我排得不好 他说 那你法团委员没有责任的 他应该是罵防处的 应该是防处 防处 防处也是防处 那便罵得好 那便罵得好 没所谓 你可以这样说 他又罵 他这件事 就是民建联和不拘动员 本来政治光普迟是南源不切 但是他们的立场是一样的 所以不是不拘动员 前不拘动员的王家豪 他们的立场和民建联是一样的 都是批評陈旭明理 就问街坊拿授权 那这件事我们不再重复了 拿授权这件事 就是我们 我们是 人家给我们的 我们是呼吁人家亲身出席 而真的很多人是亲身出席的 不用拗 所以呢 他也是这样 他说 最后一句 他说到时又呼吁大家亲身出席 处理这件事 这个 这个 什么 阿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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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阿杨 这个阿杨 是不是住长华村 应该也不是 这位阿杨 听到我们这段呼吁 首先 第一件事 你要有诚信的人 呼吁人亲身出席 你首先呼吁刘国勋 知道哪里 你先呼吁刘国勋亲身出席 OK 作为立法会议员 是吧 又发表那么多意见 又经常 会后就出单张关注这件事 麻烦你参与一下会议 会议上你举手表达意见 一定可以给你说的 你放心 其实他单张写得很清晰 真的在屋苑视网要亲身参与 是啊 写得非常清晰 有讲没有做 这些我们不希望是这样 好吗 帮他宣传 我们好少帮文建联宣传 是吧 帮他宣传一单张 OK 除了出这些单张之外 我都讲清楚了 因为刚才我提到 我就说 文建联就比 如果有些人批评王家豪 我觉得文建联更加受批评 原因就是这样 王家豪作为一年轻人 他又不是很专注去处理大厦管理的问题 其实很多地区人士都不懂 他来表达意见 有肯发言 肯说话 我表示欣赏 很欣赏的 这个态度 你有态度 你肯做事肯承担 我不理 街坊结果喜欢你 还是不喜欢你 我们有时候出来说 人家都不喜欢 但是 怎样都比文建联好 表面上就关心 在一个粉顶火车阵 大派单张 喊咪 喊喊咪 喊喊命 说到自己 问题就是 没有来到 业主大佬的人 就以为文建联已经出席了 当然 我也猜他来的 我觉得他应该要来 这么久来做街站都不来 堂堂专柜立法会议员刘国勋 住在长华村 竟然对长华村这麽大的事件 不民不民 不是一个全港第一大党的作风 应该不是的 作为建制派的大哥 出来说几句好 我觉得不要只是做传媒功夫 不要只是派单张 做些高空东西 落落实实 着地地大家做 你又给意见 我们又给意见 看看到时哪个对 评论而已 还有讲真 很多这些民生议题 我想各个政党 就算整个香港政治干部 对那些民生议题 应该个意见落差都不大 同意 但是在大客馆里面 我经常见到很大的国差 经常都是 民主党 或者我们反围标联盟 给那个意见出来 是经常跟其他的地区人士 或者其他地区的政党 是有很大的分别 现在我们很清晰的了 我们就带领自己的居民 就守住个荷包 你问我们 居民现在有个意愿 就说暂门了工程不去做 也都要求承办商要交代那件事 因为刚刚9月3日 在上个星期的议比大会里面 就是要处理法团改选 法团改选之后 新一批的法团委员 他们对这个水管工程的取态 就是很影响这件事 所以为什么这么多人 当初可能他有份帮忙去推动 发起这个工程的人 都要参与今次的业主大会 就是因为牺牲了改选 改选影响了整个法团 法团的委员会就不是说事 不过它就好像一只船的舵 它方向在哪一边 法团就会向着那边走 现时的法团就拿了一个方向 就是收到业主的意见 大家都好像不想做过工程 它的方向就是等待 那个成卿 真是入品 大家再处理如何去处理赔偿的问题 到时再问大家赔还是不赔 做还是不做 其实到时都未遲 现在方向就是这样的 我听到很多业主 当时有个说法就是说 如果我希望法团仍然向这个方向 那我就支持现有的老主席 而有一些人 他真的走出来说 我觉得相对做工程 或者批评法团拖延这个工程 有些人是这样说的 有人是这样说的 那他们去到拉票 去到想找一些 和他们同一理念的人 走到管理委会上 喂 这个事情正常到不得了 无可厚非 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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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反过来说 我们的立场很清晰 现在 郁明好 阿廷好 已经表达了 支持陆主席联任 我们表达了支持他联任 我们觉得他一直都 顺应民意的一个主席 我们支持他联任 那你其他政党 你就支持其他人 支持一个 跟你理念相近的人 但是我眼所见 我就见不到 那些出来帮忙拉票的政权 他们有表达他们的立场 是没有的 所以呢 我真的相信大家提呼吁 我们 照道理 我们自己很多地区 都跟很多建制派 包括民建联 去到对立 很多法团 大家都有各有各的支持者 一般当我们 呼吁大家 授权给你信任的人的时候 那些地区人士 往往就是不同想法的人 各自有各自信任的人 譬如跟我们想法相近的人 就会觉得 我是支持陈毓明 那我就要给我的授权书 给陈毓明 但是这次我看了 建联一张单章 他写明他们 收不到有人授权他们 是吗 那是代表什么呢 代表你们一早拒绝了授权 还是没有人信任你呢 这个你自己想 我不知道 可能他说明 你写都不要写给我 但人家写给你 照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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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控制不了 但真的没有人授权给你 我不太明白 你自己住在这里的议员 他是唯一一个议员 住在这个村子 刘国勋 我理解 我看不到其他议员 我觉得他很需要交代这件事 只剩下几分钟时间 翁明 剩下留时间给你了 你不如说一下给大家听 我们说完的长华风云 上下语就说完了 你要说一下给大家听 未来会怎样 接着你又期望一下 大家怎样 好吗 好 还有几分钟时间 对 对 不用发展 就是在这里呼吁 因为这次9月3日的会 是留了会 而留了会 因为未开会 这次的授权书 全部取消作废 各位业主 无论你是长华村也好 或者不是长华村也好 引以为戒 尤其是长华村业主 不要再乱签授权书给人 但我知道这次的授权书 就是说得难听些 偷骗拐骗都齐了 有人又无认你是谁 谁谁帮谁谁收 有人又说你不准我 不行 不准我的话 总之就很多问题 很多麻烦 这次就是当是一个照妖镜 一个士金石 未来我预计都不会很久 应该是今年来的 那个会议是要再开 因为管理公司的问题 都要处理 因为是懸弱 是 希望大家业主 尽量亲自出席 不要乱给授权书人 同样有一些 希望参选的朋友 用你自己的名字去拉票 不要再拿名字来拉票 也不要用那些 偷骗拐骗的手段 我可以说一件事 这些招数 可能在几年前 长华村还用得通 但是今时今日 不要说长华村 有没有陈毓明 有没有林卓廷 有没有庄明辉带来帮忙 只是说我们的街坊 是想起我以前很多 你看看今次的会 整个六七个人 我今天的办事主 今天是星期二 星期一 星期二 第二天 我都收了十几个街坊 就进来跟我说 喂 陈先生 我收到个收据 授权书 但我没有签给人的 虽然他那天没下来 但他收到个收据 他都知道 我都没有签给人 有什么理由有收据 OK 未来我们会有更加多的方法 讲得俗一点 验尸感验 OK 即是一些有心人 请你自己好自为之 讲得俗一点 过着 没得搞的 OK 希望那些事业主 就尽量亲自出席 亲自出席 未来的业主大会 麻烦大家 好 多谢陈宗明 他刚才说的东西 有些可能听不明白 但我给一些有心的人听 是的 你听不明白就对的 正常的 有些东西你听不明白是对的 是正常的 有些东西是要说 给一些有心的人听的 OK 所以今天这个节目 多谢陈宗明 下次上来讲讲其他东西 不希望就为了长华专上来了 好吗 OK 再上来都不放好 好吗 OK 下集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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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ment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